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耶稣是在学向耶稣 那么学向耶稣是我们的生命 不是外在的很多的事情 而是内在的生命 那么在这内在的生命里面 我们今天要学向的是 祂的诚实 祂的圣洁 我祝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都能够从这神的话语里面 能够看到神的圣洁和诚实 以愿这神的圣洁和诚实 都能够进到我的里面 让我也能够成为一个诚实圣洁的人 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二到二十二节 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 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 再是为人不靠人的聪明 耐靠神的恩惠 像你们更是这样 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 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 所认识的 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 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 以我们夸口 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 以你们夸口一样 我既然这样深信 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 叫你们再得益处 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 往马其顿去 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 叫你们给我送行 往犹太去 我有此意 岂是反复不定吗 我所起的意 岂是从情欲起的 叫我忽视忽飞吗 我指着信实的神说 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 并没有是而又非的 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 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总没有是而又非的 在他只有一事 神的应许 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是的 所以借着他 也都是实在的 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那在基督里 兼顾我们和你们 并且告我们的救世神 他又用印印了我们 并赐圣灵 在我们心里做凭据 刚才我们听了今天的经文 格林多后书一章 十二到二十二节的经文 我们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一起来看一下 十二到十四节 十五到二十二节 那保罗在前面 也就是在昨天的内容里面 保罗在讲述 自己在遭受苦难 患难的时候 能够战胜的最大的 就是神的安慰 那么保罗所讲的 这样的苦难和问题里面 当然也包括弟兄姐妹的 这样的诬陷和攻击的 这样的一个苦难 那么同样保罗所能够战胜的 都是这神的安慰和鼓励 然后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辩护作为一个使徒的 他的事工的真实性和正当性 他在辩护这个问题 为什么保罗在辩护这个问题呢 因为当保罗第二次访问 格林多回到以弗所以后 保罗可能和格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约定他会第三次 直接从以弗所到格林多 然后从格林多去马其顿 然后再从马其顿坐船 回到耶路撒冷 回到犹大去 他可能这么讲 但是好像保罗改变了计划 可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他改变了计划或者是延期了 所以保罗先到了马其顿 然后从马其顿下到的格林多 所以在格林多教会里面 有一些假使徒 他们就是在里面 迷惑格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并且开始攻击保罗 所以保罗是一个言行不一致的人 所以保罗是非常草率的人 他们来攻击保罗 但他们攻击保罗的真正的目的 不是在于只是攻击保罗 而是为了攻击保罗所传的福音 所以你看保罗是一个这样的人 所以他信的耶稣也是一个 他所传的福音也是一个 不真实的 不诚实的 所以保罗的福音的工作 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也就是格林多教会的根基 被再被怎么样摇动 所以保罗在今天的信息里面 在辩护着他的事工的真实性 和他的事工的这样的正当性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对福音的态度 并且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的言行有多么重要 今天这个世界疯狂地在攻击着教会 他们攻击就是说 你看基督徒 他们又不诚实 基督徒又有各样的罪 基督徒跟我们世上的人 有什么分别 所以福音他也是这样的 他也不是真实的 他无法改变我们的生命 福音他们信的耶稣 只是一个和其他的宗教一样 只是相信的一个信的对象 跟偶像一样 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 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我们的言行里面 活不出福音的能力来的时候 这世界对我们的攻击 这不仅是今天的问题 也是哥林多教会对保罗的攻击 但保罗并不是因为他的言行不一致 因为保罗并不是因为他里面有罪 而是保罗的一些特定的理由 那么我们在这个下面 15到22节里面 保罗来具体的 来阐述了他的这个理由 那么各位弟兄姐妹 在这里边 这12到14节 我们先要看到的是 我们真的要活出一个 言行一致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来 我们要成为一个言行一致的 真的有生命见证的基督徒 祝愿弟兄姐妹 都能够成为这样的基督徒 那我们继续再看这下半部分的经文 15到22节的经文 那么从这个15到这个2章13节呢 其实是在保罗在讲述 他屡次改变 他可能有几次改变了 要直接在第三次去 这个哥林多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他在阐述着 为什么改变这个计划 那么保罗呢 在第二次访问哥林多 回到以弗所 然后第三次 他可能计划要直接去哥林多 但是他改变了计划 去到了这个马其顿 然后在马其顿呢 他在等待着提多的怎么样呢 到来 然后等待时机呢 要下到这个 哥林多教会里面去 所以呢 因为保罗的这样的计划的改变 哥林多教会 有一些信徒开始攻击 说攻击保罗 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分裂教会 破坏教会 说保罗是一个不守约定的人 他是一个很轻率的人 所以呢 保罗是一个不可信的人 并且呢 他所传的福音也是不可信的 有这样的一群人 那么对此呢 保罗进行了两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是什么呢 他的这个决定 改变计划的决定 并不是自己的草率的决定 不是自己出于仁义的 情感上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而是自己的改变呢 是彻彻底底 是顺从神的怎么样啊 旨意 他说我的这样的决定呢 不是从怎么样啊 情与生的 而是什么呀 是神的怎么样啊 旨意 当我们看保罗的每一次 你看他从 他自从去大马车的路上 遇见耶稣基督以后 他下到了 然后的每一步 我们查看《使徒行传》的话 都有重要的时刻 都有圣灵的引领 并不是自己来决定 他想要去小亚西亚 但是他看到了 马其顿人的幻象 他去到了 过了海 到了这个欧洲 到了菲利比 这也是他彻底地跟着圣灵的引领的脚中 听了圣灵的声音 才去到了那里面 所以保罗并不是自己轻率的决定 而是彻彻底底的圣灵的引领 是对神旨意的顺从 然后保罗在进行对自己的第二个解释是什么 他没有去呢 是因为哥林多教会的怎么样呢 益处 是因为益处 为什么保罗这样讲呢 说如果我现在直接去你们那里面 那么我因为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 所以我还是会像上次一样进行惩戒 那么会给教会带来更大的怎么样呢 伤害和问题 现在神的旨意是什么呢 既然我去了一次 然后我又写了一个眼泪的书信给你们 所以现在是需要神 祂自己亲自做工 让我们的心回转 悔改的时间 这是一个过程 各位听众姐妹 我们要知道解决问题 它是需要过程的 因为是人心嘛 人心的改变 它是需要过程的 不是一瞬间的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教会里面 在这上面出现错误 总觉得我们的一句话 或者我们的一个决定 会马上把所有的问题都会改变的 其实不会的 一个人改变 哪有那么容易呢 哪能那么快呢 因为这个一个人的个性 一个人的生命 它的形成是通过漫长的过程形成的 所以相信耶稣基督以后 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一个时间和过程 保罗就是在马其顿 等待着这个时间和等待着这个过程 保罗没有像一个 说格林多教会是我建的 我是主人 没有军灵在格林多教会上面 而是真的带着一颗仆人的心 服侍的心 就像耶稣一样 他来 但是在这地上三十年 然后做服侍三年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对呼召了使徒 对他们的态度 对他们的方法三年等待 最后彼得出卖的时候 耶稣依然是在等待 然后复活以后 又去恢复彼得 恢复使徒们 这就是主的心在等待 这是一个过程 我祝愿我们弟兄姐妹 都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得改变 然后看到问题的时候 也都能够祷告着寻求着神的帮助和引领 能够忍受着这样的一个过程 愿主的这样的一个改变的变化的祝福 能够领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父神 感谢你 现在我们看到保罗里面 单单为了福音 单单为了那每一个生命的 他的态度 主啊 他真的甘愿在这里等待 让你来做功 是的主啊 让把一切都交在你的圣手里面 请你亲自的做功 以领域我们一起同在 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